大家好 我是民权国小的羽球教练 陈挑泉 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介绍羽球的握拍方法 羽球的握拍最基本的就是正手的握拍 那在这里跟大家介绍就是说 我们的握拍 我们的手跟球拍 就好像在跟人家握握手 很轻松的握握手 这个也叫俗称菜刀式握拍法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反手的握拍 那反手的握拍 转过来反拍的时候 我们的大拇指轻轻地移动到 这个球拍的另外一个平面上 四根手指头轻松地往前 大拇指在后方 往前推 这个就是正手跟反手的握拍方法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基本的握拍的方法 那如果对羽球有兴趣 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可以有更精细的解析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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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